接下来这个画面应该让很多的家长都非常的心疼 因为在新竹竹北游间产后护理之家就爆出了虐婴的事件 这是一名才刚刚出生十天大的婴儿 就被照护员粗鲁的对待 抱起来的时候并没有护住颈部就直接肿摔 让婴儿的脸就出现了明显的淤青 不过这个照护员第一时间却谎称说这个是小儿黄胆 父母调阅监视器之后才发现真相就相当的愤怒 就提出告诉了照护员是依儿授罚财罚最轻的六万块钱 但是产后护理之家却没有被财罚 议员现在就痛批说这县府应该要追究业者的责任 来调整评件制度 监视器拍下产后护理之家照顾员 抓起刚出生十天的小婴儿冲洗 动作粗鲁完全不顾刚出生婴儿头部脆弱 让调阅监视器的父母气炸了 当下父母甚至看到说造成婴儿受伤的一个画面 那非常的难过跟痛心 然后事后就决定要提出这个相关的法律的这个诉讼 父母发现宝宝脸上出现不明瘀青 询问产后护理之家 对方却变成是小儿黄胆 干当场戳柔 家长带着孩子就医 医师当场拆穿 就是瘀青 才让事件东窗事发 检方将照顾员起诉 爸妈也投诉献付 插出照顾员根本没有护理师执照 社会处针对诱因受伤 依儿哨法开罚六万元 但护理之家却没有得到任何财罚 在地方政府负责的这个督导考核 也就是每年要做的一次 按照法规是每年都要做 最扯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新竹县政府 它是连公布都完全的都没有去公布 这例许可是在地方 如果它是有确实是有一些 违反护理研法的行为的话 它有没有最后要走到 撤照这部分还是会回到地方 111年111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是暂停了这个贫贱的 所以现在的机构的有效提示 会增加两年 议员究责 但业者态度强硬 强调经地检署不起诉 足以证明护理之家监督管理 没有违规过失 也说已经立刻开除照顾员 对外界的恶意众生 将走法律途径捍卫权益 照顾员粗暴对待婴儿 令人罚智 女营案件在天益庄 记者临时大草天安 前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